还在关系在赛党最高的难 对 我想忘记了 刚刚说到哪 说到卖这个事情是两件事 这边两件事 第一个当时我们有一千多个人还没有所弊 当然包括我们人都有弊 我们怎么推出都进展不大 所以这也是一种提示 它能带来个危害的过大 第二个我们和他大量的战友 KYC就是过不了 大量的 这个KYC就怎么就这么难 但KYC不是咱们体验所自己做的 是委托第三方 但是第三方的情况是他们有化石权 要不要跟你合作 我们可以找其他机会去做吗 这个已经困了我们很久了 到今天为止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看一看 这不是有很多人 我周边我太多跟我联系了 提完系过不了 第三个就是 很多人潜入不了战 这是到今天为止一战口词 有的人入全境 特别是大量的 支持到不了战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能够内的 需要他们去把这个事情完成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 我们通过那一件事情 就是能打通 能让他们更加能重视我们的意见 我们人分为言轻 他们不理我 就是都不打理我 我们说什么就不理 没办法 会叫的还是没有奶吃 我们的叫一叫好 那这一下就 不是叫大 这个有点炸锅了 他们就反应很大 反应很大的好处是 后来很多方面推得宽很多 特别是之前 这个毕加索这一块的进度 就明显就增加了 但是KYC这一块的进度 还是不是满意 还有钱的倒战还不是满意 那么现在 今天的这个洗币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以及全球数字货币方面的 包括其他蓄力货币的这种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只有经过一阵二阵三阵 才把一席人 手上的一些 不坚定成这些人的病 在震出来 一定要震出来 把这些病人 能够回归到战友手上去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用技术来保证 这个是战友满意 那个是其他人满意 我们是社会人是满意 没有办法的 但是这是 这是一个尝试 不是说我们做的东西 是百分之百 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 这次是达到我们的 想要的基本 基本的达到我们想的效果 但是这次不是一个常态 我们是偶快 但是也是个个人行为 还不是一个联盟的行为 是个人行为 谢谢